嗨 大家好 我是星 这次的视频是新英雄桑起海报的绘制过程 桑起走起路来是这样 就是感觉很夸张 很张扬的步伐 看到就觉得很好笑 所以我一开始的几个草图都被这个动作带泡偏了 画得太欢脱 气质不对 所以重画了 最终选定了这张桑起坐在枯木上 看着身旁的萤火虫 思念家乡的场景 桑起与萤火作伴踏上收集故事的旅程 期间误入千枯壁画中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有许多他在家乡没有见过的事物 也有很多没有听过的故事 他把这些记录下来 满怀期待地希望把这些故事带回家乡 但是他从壁画的封印中走出来后却发现 外面的世界已经过了数百年 既有悲伤失落 又有几分期许 好想快点见到亲人啊 好想快点回到家 他们还在吗 他们还好吗 但是呢 为了凸显萤火特效而画的夜晚场景 加上体现他困境而画的枯木枯树枝 就是一片荒芜的场景 也显得画面太过灰暗 忧伤过度了 不太符合这个角色的定位 他的技能也是一些生机盎然的感觉呀 没开二度接着改吧 这个步骤修改调整非常大 这个时候其实画的也蛮痛苦的 因为中途推翻了之前的想法 场景光影色调都需要重新梳理 特别是角色的光源开始设定的 就是那个很大的特效 但是特效给去掉了 让开始尝试的时候并不顺利 会觉得有些似不像 整个场景都感觉怪怪的 还是想要去画一个相对较暗的场景 这样才可以凸显引火 所以选择控制阳光的照射范围 就比如说云层很厚 触罐很高 然后阳光穿透这些东西 对地面形成一些遮挡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人物受到充足的光源 但场景又相对比较暗 我终于开始细画了 在之前的那个阶段真的卡了很久很久 我们来画一下 它的金属边边要把它的折射率画的更高一点 就是旁边的环境色 然后天光的颜色 它都会比布料反射的更加明显 这张场景也画的比较暗 所以金属上的一些重色就可以压的比较狠 因为金属是镜面反射嘛 它可以反射环境中的颜色 金属的高光呢 就可以提的比较亮 因为它可以折射到 特别是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 它可以折射到场景中的一些亮色 比如说天光阳光或者引火虫 它浅绿色的披风上有非常多的刺绣花纹 这些花纹的话就是 先画出它的体积 比如说一些小的闭色 暗面然后点上高光 然后用涂抹笔刷 涂抹出一点激励感 最后再用比较硬的笔刷 排线排线排线 这里的树增加了一些云雾 因为之前有一点点闷 嗯 增加雾气 把每一层树按远近 给它一层一层的推开 这样的话 空间会显得更加透气一些 这个树干把它缩短了一些 因为之前它的两端都是 跑出画布了 就会显得有一些堵 继续增添场景细节 这些在近景的植物叶子 需要把它的叶脉 还有叶子的厚度给画出来 选取其中一些影点 给它增加上小翅膀的细节 然后有一些萤火 它飞的位置距离角色的眼睛很近 所以它的眼中就可以倒映出 这些萤火虫的轮廓 最后再完善一下萤火特效的趋势 这样图就画完啦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来进度跳小人跑的 这么辛苦的份上 给个三连吧 我希望的轨迹 跨越重山距离 在想要想要想要回应 是你坚定的话语 温暖我留自己的心 可以从往去 没有温暖的装心 承着明日的袭击 把绝境变不尽 在眼神中小叫回应 没有坚定的勇气 变脱出身的意义 要做照亮的那束光 不复为火爽 也无惧海浪 今夜又何妨 在我身旁